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 www.sworld.球类运动足球,北京时间,7月19日,中国足协官方发布通知,表示,将公开接受相关人员提交的投诉材料。 北京时间7月19日,金足将组委会官方,公布2022年的50人候选名单,梅西,德布劳内,本泽马,等世界大台明星,纷纷在列。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,郑志,吴磊,两名国足球员,也入选了这份名单。其中,郑志,是这份名单中,今有的一名,已经退役的球员。 北京时间7月19日,2022,金足将女足,公布50人候选名单,中国女足球员,李颖,杨丽入围。 除了两名中国球员之外,在女足金足将,50人大名单中,还有大家较为熟悉的,雄古沙西,日本,山姆科尔,澳大利亚,拉皮诺埃,美国,马卡,巴西,延约之内,日本,石孝然,韩国,马腾斯,荷兰,摩根,美国等人。 北京时间7月19日,东亚杯小组在,日本对阵中国香港。上半场,刚开场向马永济,就直接任一球,闪击破门,随后,丁野修斗,和西村拓针,在三分钟内,连入两球,随后,西村塔针是解剥在下一城。 下半场,向马永济,和丁野修斗,也分别完成没开二度,香港门将出现失误,最终,日本6比0,中国香港。 北京时间7月20日,巴塞罗纳官方宣布,拜仁前锋,莱瓦多夫斯基,正式加盟球队,双方签。